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诗篇73篇26节 亚撒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他必信实地看顾引导我们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抱怨和空虚的解读记 我们思想 抱怨和空虚的解读记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12章1到7节 以及22到32节 路加福音12章1到7节 22到32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他既看过麻雀 为何灰心长远堂 为何黑影迷茫 为何心灵觉孤单 甚至于脱尘光 耶稿是我的良悠 万福死我上手 他既看顾上八卷 甚至我比梦眷有 他既看顾上八卷 甚至我比梦眷有 我天就如温柔上 除去你心有情 安息主怀多天际 毫无一句斩棘 有主影灵在前头 有主影灵在前头 步步跟随他走 他既看顾上八卷 甚至我比梦眷有 他既看顾上八卷 甚至我比梦眷有 我常认我的自由 我常认我无忧 我就逐渐看顾麻雀 甚至我比猛绝牛 当我每次与试探 黑云者该迷茫 喜乐时隔边哀叹 盼望转回安淡 我就要更轻敬步 他变出我有愁 他既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猛绝牛 他既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猛绝牛 我承认我的自由 我承认我无忧 我就逐渐看顾麻雀 甚至我比猛绝牛 甚至我比猛绝牛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七节 以及二十二到三十二节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那是妇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 也不重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苦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 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七节 以及二十二到三十二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十二章第六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经文说道 五国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抱怨和空虚的解读记 基督鼓励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 提醒他们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神连他所造的最小的雀鸟都看顾 一个也不忘记 他也同样看顾我们 耶稣继续兼顾门徒的心 说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管是大事小事 不管发生在信徒身上什么事 没有神的命令跟旨意 都是不会发生的 神对这世界的万物有奇妙的护理 是希腊跟罗马哲学家不曾想到的 这个真理是神在圣经里特别启示给我们的 正如望远镜和显微镜 向我们展现出 不管是庞大的星球 还是微小的昆虫 我们都可以看到 神手所做的工作 充满了智慧 秩序跟设计 圣经也教导我们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情 也都有神的智慧 秩序跟设计 在基督徒的一生中 没有所谓的机遇 运气或意外 这类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安排和指定的 甚至万事都互相效力 为的是使信徒得着益处 如果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 那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让我们自己住在神的家里 我们要意识到 神的手会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 他也引导我们的脚步 每天操练这样的信心 就是喜乐的秘诀 这也是抱怨和空虚的解读剂 在患难和失望的日子里 我们应该试着体会 所有的一切天父都已经安排好了 在我们生病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认识到 这肯定有天父的美意 我们应该对自己说 如果神觉得合适 他肯定会不让我经历这一切 但他没有这样做 因此 他必定是为了我的益处 我还会躺着 忍耐他 但是我已经拥有一个永远的约 这约安排了一切 稳固妥当 神所同意所喜悦的 我也应当喜悦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 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动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手中 有永远的复乐 今天我们思想 抱怨和空虚的解读计 这个题目 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 都要在估计中 面对自己的存在 但享受神的同在 是基督徒最大的特权 一位约翰·道格拉斯 亚当博士曾说 他属灵的最大资产就是 对耶稣真实同在的意识 从来不曾改变 他说 当了解耶稣真实与他同在 不在乎他个人的感觉 他值不值得主跟他同在 他也不在乎他观念里头 耶稣会怎样彰显他的同在 再没有比这个更能支撑他 当了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跟主交谈 彼得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有神周详地看顾 我们就可以一无挂虑 耶稣说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神的心思何等细腻 当信赖神的护理和看顾 莱尔说 不管发生在信徒身上什么事 没有神的旨意和命令 都是不会发生的 在危难时 最有力的支持 就是神的同在和看顾 麻雀看着我们愁眉苦脸 都会以为 我们没有一位像照顾他们那样的天父 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人生一切的忧虑苦难 都是因为不知道 神的护理看顾 日本一位常年瘫痪在床的基督徒 也是诗人 水也圆三 说 对未来的忧虑 在你心中翻腾 交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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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托给能使一切美好的父神 信心就是 以往不可能发生的事 因着神的介入成为可能 以往不能改变的事实 因着神的动工可以逆转 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心就充满了盼望 患难不是让我们生沮丧的 而是生忍耐 要走忍耐的道路 保禄引用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做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神调控万事 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 要对神永不误事 充满信心 把神摆在自己跟环境之间 神知自己闭蒙眷幼 你的心就能获得自由 你怀疑神的看顾 抱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是因为缺乏思考 耶稣说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这所罗门极荣滑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神给我们理性 是要我们很合理的推论 你想 你能用思虑 使自己的寿数 多加一克中吗 凡父所赐给基督的人 他一个都不失落 因此 要对主充满信心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 约翰说 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 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事兼属 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主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因此你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要将他 极丰盛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不要做无知的人 要领受神赐给你 你所需要的观点 你回顾沙滩上 只有一对脚印 不是神离开你了 而是他把你抱在 他的怀里 那排脚印是他的 不是你的 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事情的终局 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 胜过居心骄傲的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马大抱怨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来晚了吗 我弟弟拉撒路都已经死了 我还能期待什么益处吗 想不到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都已经死了四天 却叫他从坟墓里出来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 那叫死人复活 史无变为有的神 撒勒法的寡妇 对伊利亚的神有信心 就经历每一天的油跟面 总是够的 当他用完 瓶里最后一滴油 谈那最后一把面的时候 新的土产就来了 以利沙叫先知门徒的妻 去向众灵社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 关上门 跟儿子在里边 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妇人有信心照着去做 儿子把器皿拿来 她就倒油 器皿都满了 她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 以利沙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以利亚叫撒罗伐寡妇 死去的孩子活过来 以利沙叫书念妇人 死去的儿子活过来 凡尽为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贫富 主必赐福给他 诗篇46篇1到3节 诗人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随改变 山随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随膨红翻腾 山随因海战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主用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护理着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是 他所安排跟指定的 没有意外 我们常常将生活的遭遇 跟神的属性混为一谈 以为神是我受苦 因为他的动机不善 他故意对我不好 或者他能力不够 无法阻止 他的绑壁缩短 所以无力保护 不能拯救 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 不要给自己设限 以为人生非要这样 非要那样 才是幸福 第二 也不要给神的作为设限 你说 我知道人会受苦 但不应该是我 弟兄姐妹 为什么不应该呢 你说 因为我很怕受苦 不要怕 主的兄弟雅各说 你们听见过 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放心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卑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风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环境或许给你带来威胁 但神的意思总是好的 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 比先前更多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我们要向神开放 顺服他的安排跟带领 约瑟 这那十个向他求饶的哥哥们 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神有美意 约伯在一些事上 并不以口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神许给他受苦 他就忍耐 撒旦质疑约伯对神的爱 是基于神保护他 赐福给他 是因为先有这些条件 他在爱神 神给约伯有机会证明 不是这样 每一件事情 在神是预料之外 每件事都在神的护理之下 都有神的智慧 秩序跟设计 奥古斯丁说 虽然我们并不十分明白 神的护理 但神总以最好的方式 对待我们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 跟约束当中 若是神不许可 连一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 神既然喜悦这么做 我们就当为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感恩 保罗说 要常常喜乐 不度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神是我们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歇所 即便环境看似失控 在极难中 我们的心依然能够坚定 唱诗歌颂永活的神 诗篇三十一篇 十四到十五节 大卫说 耶和华 我仍旧依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神 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大卫有这样的确信 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信心 神会教导我们 只是我们当行的路 我们的力量 就来自安静的信靠 凡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只管自卑 福在神 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升高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他为我开路 他为我开路 当我走到路尽头 他的座位 虽难测度 他必为我开道路 他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主 令我走过四隐谷 此爱与能力 在每一天 他必开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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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我开路 他为我开路 让我走到路尽头 他的座位 虽难测度 他必为我开大路 他必开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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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爱与能力 在每一天 他必开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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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旷野中的道路 我将看见沙漠中 踏开江河 天地将要飞去 他的话语却长存 他拥拥 textured地 他 beast 他必快把誉天地 他必开大路 他可怕太快 看进去 它 Fear Portion 他必开大路 他必不会 我开大路 帮他帮我开大路 他必这个双龙 他必开大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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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 谈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是我 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 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 同在同心 你长彼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 牧者 演戏 虽然心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我 牧者 演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良好 牧者 担心 明镜与点点栏目